本市的市民新确诊是增加5人 全部都是本土 这5个确诊的案例 分别是2920和编号2960 2920和2960呢 两人都是朝阳科大的学生 他们也就是之前到卡拉OK去唱歌的 20位学生之二 那所以呢 一位是女性一位是男性 2920和2960都是朝阳科大的业上的学生 那第三例2958 他不是朝阳科大的学生 他是另外一所大学 不过当天同一个时段 他和朝阳大学的学生 到同一间卡拉OK去唱歌 那他们是在隔壁房 是在隔壁房 那所以也确诊 另外今天的第四例是3035 这3035呢 是已经确诊了朝阳科大的学生的室友的妈妈 已经确诊了夜唱团的学生的室友的妈妈 那是3035 另外第五例是一个个案2959 是工程公司的负责人 有到万华的足迹史 那另外除了今天新确诊这五例以外呢 我们有补充一例是因为户籍的关系 原来它是属于新竹的案例 但是因为他的户籍是在新竹 原来CTC把他归到新竹 但是因为他的足迹活动范围都是在台中 他也是朝阳科大的学生 那也是因为去夜唱 所以确诊 那中央今天把这个案例 2833 一位19岁的男大生呢 那一波给本市 那所以从过去这几天公布的资料看起来 朝阳科大的这20名的这个夜唱团的学生里面呢 其中已经有7人确诊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在朝阳科大设立前进指挥所 那对全校师生以及附近的居民进行快灾的一个必要性